有没有比较想得哪一个奖 都拿啊 都拿啊 哪有 这是什么存问题的 当然都拿 都拿 都拿就多拿几个没有差 拿一座有十万块 拿两座十万 拿一座十万扣税八万 那我拿两座十六万 赚政府十六万其实是很开心的一切世界 哎呦呦啊 影帝讲话讲的真直白 原来得奖都是为了赚钱 已经拿下多项影展最佳男主角奖项 这次吴康仁又入围两项金钟奖 角逐最佳男主角 问到最想得到哪一个奖 没想到吴康仁毫不客气 想通吃 当然都拿 都拿 都拿就多拿几个没有差 每一次金钟从入围到颁奖的那一个月 都是一个很很虚荣的一个月 就是会有很多人拿麦克风问你说 你的感想是什么 那每一次当然一定是说谢谢 可是我觉得今年我多了一点想法就是 就像刚刚很多嘉宾他们都有在说 就是台湾的产业已经低迷好一阵子 我从最热闹的那个时代入行 就是2009年我们收视率还有8还有9的时候 到现在收视率不到1 有1的时候就要庆功的时候 其实我刚好衔接了这一段非常尴尬的时期 我看到了大起也看到大落那我还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能力越大那我们可以更多的镜头拍我 那我也希望透过镜头跟大家说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失望那因为我们还有非常优秀的演员 非常非常好的电视台公式 非常很多新的题材 那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们拍了太多年 只有诚意的作品 有时候有诚意通常只会叫好 但不会叫做 那我觉得似乎我们是应该要多做一点改变 然后让观众喜欢 然后又让本质我们可以保留我们所谓的艺术价值 那我觉得商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做出去 然后让台湾的戏剧被台湾的戏剧被看到 就像韩国一样 其实我们有的是很好的软体 就是我们的脑袋 我们很多的创意对 而且台湾的人才绝对不怕少 因为我们很我觉得很台湾的本性 台湾人的本性就是不怕吃苦 所以我们的每一部片都拍得很克难 可是有时候拍出来的成品会非常的惊艳 对希望大家保持着一个好的信念 吴康仁和李懿杰两人一起为恐怖电影云展宣传 两人曾经在七年前就第一次合作 九位碰面就立刻被女生爆料 因为我们在大概七八年前 对在张作记就是你刚出道 张作记导演那是我人生中第一部作品 然后吴康仁就是 对在里面就是 他是我演戏的第一个男人 男人 对他在里面就是 是吗我是 你还要露屁股啊 全部都露 可是初吻是在戏里面上 当然是你啊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一定要在这 大家面前讲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看到有一种就是 看到旧情人的感觉 哇